然後呢 剛剛他也問說這是新歌嗎 你跟我們的凱翔哥有一樣的疑惑 但凱翔哥真的愧對他走跳 這個各大KTV這麼多年 居然沒有聽過補學院這首舊歌 我沒有走跳各大 我都我都去搜狗新 同一家 對好 那另外楊明跟我們剛剛說還有一個料啊 就是我們提到的是李彥慧 跑去林志堅的臉書粉專 這個料就跟臉書粉專很有關係了 好那因為講的這個要講的是主 主角是林志堅 所以我們就要一樣哦 是小智讚 小智讚 好來我們給他一個 因為他是他創下台灣政治人物粉專的一個新的紀錄 好來我們先看這個第一頁 就是說這個這張圖是今天中午 今天中午這個林志堅 我們現在畫面上面有嗎 畫面上面有我們看上面的好了 好我們簡單講就是說 這個大的畫面上面有 就是林志堅他的粉專 我們按照臉書的這個透明度的這個資料 他是可以展開的 對是可以看到這些這些資訊哦 那他顯示他這個粉專有跟這個沙沙主播指的這個紅框 他說還有兩家公司跟他的粉專合作 這兩家公司一個叫芬P 不是芬P 是芬P INC 那個公司正式名稱叫做 英屬維京群島商 雲配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個是 Wave WaveNet 然後Tech Technology 然後Col Col Company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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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什麼什麼什麼 總之他叫做 草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這兩家公司呢 為什麼你林志堅的粉專會跟這兩家公司合作呢 好然後呢最下面 最下面那個粉專的管理人員大家注意看哦 他有台灣有28個 馬來西亞有一個 他的小編團隊總共有29人啊 超多的耶 29人是什麼概念我們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那而且呢很有趣很有趣的就是說 這個草網科技哦 我們看到右邊這邊 是 這個沙沙族哦 對 草網科技呢是什麼樣的一個公司 草網科技的負責人叫徐廷耀 對 徐廷耀他是過去是這個台灣數位文化協會的 這個創會的理事長 好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草網科技 今年總共拿了新竹市政府 兩個標案 拿兩個一個叫做網路社群維韵 及網路聲量的分析案 一個叫做 多營媒體宣傳案 兩個合計加起來的標案的金額是 675萬2000元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整個新竹市政府的 基本上網路社群應該就是給這家公司包了 是 那今天他不要忘記 我前面截的這張哦 就前面的林志堅的粉專是 今天中午12點 今天中午12點 他是不是新竹市長 不是 他昨天已經辭職 他開著他的車回家了 他說他昨天晚上住在他老婆家 住在他老婆在桃園的家 他今天粉專還把他改成說 他連介紹說我是桃園女婿 我要給桃園變成五星城市 什麼什麼 他說他是桃園的 結果他的粉專 還是新竹市標案的合作廠商 這代表什麼 拿新竹市的這個公塔 來經營他的粉專 這29人團隊到底是怎麼回事 林志堅你要說清楚啊 而且這個簽約你這樣看起來的話 這個標案時間點會到今年的12月31號 對沒有按照這個他就一整年 一整年所以 請問林志堅 你是不是還在使用新竹市政府的資源 用公帑競選 今天你在桃園拜廟 你的粉專還不斷在發文更新 限動都不斷的發這些團隊的小編 是不是新竹市政府的小編團隊 要講清楚喔 這是你公私不分 這樣的情況不輸抄襲 好再來我們再也講喔 就是我剛剛有講 為什麼為什麼我說 林志堅29人團隊 是這個所謂的世界級 世界級的這個團隊喔 我特地把這個民進黨的公職人員的這個 粉專的小編喔 人數把它找出來喔 比如說蔡英文14個 然後呢賴清德12個 蘇仁昌還比賴清德多喔 13個而且有一個人在美國 然後呢這個鄭文燦有10個 陳其邁是5個 然後呢這個黃偉哲是12個 林又昌8個 潘孟安5個 然後呢這個是誰啊這個是 翁張良嘉義縣長 他是5個 然後呢這個游錫坤是8個 陳菊5個 林志堅29個 他這時候我們不禁要為他喊 小致讚小致讚 他又成為了世界第一了 他是目前中華民國政治人物當中 粉專小編人數最強的 最多的最讚的喔 他根據問題就是 你這些人是用什麼樣的經費 你是不是用新竹市政府的公塔 來經營你的小編 然後呢他昨天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說 他只會帶4個貼身幕僚 到桃園市去競選 他說呢會帶哪4個呢 一個叫做 市長辦公室的主任 原本的市長辦公室主任 叫廖志儀 一個叫市長市的秘書叫楊文璇 一個叫行政處長黃任偉 然後呢現在是他的 競選辦公室的副主任 還有一個是民政處長張立可 我告訴大家 好死不死剛剛講的那兩個標案 那兩個標案的 標出去的單位叫什麼 就是新竹市政府的行政處 裡面的評選委員 就是他的競選辦公室副主任 黃任偉 這個林志儀你要不要講清楚 草網科技 到底為什麼還在管理你的粉磚 至於另外一個方批 就是另外一個FUNP的這個 方批這個雲沛創新公司 目前我還查不到 他跟新竹政府有沒有怎麼標案的往來 但是但是這家公司的負責人叫邱季鴻 他的綽號叫大河馬 他曾經在2019年參選過 時代力量的決策委員 但是沒有選上 好那我只是想要呼籲一下 這家FUNP這家公司 是在我們的經濟部登記是 外國公司 他不是喬外資 像那個草網科技是喬外資 他是所因素開曼群島投資的 結果呢這個FUNP 他完全就是外國公司 他是成立在國外的公司 他只是在台灣有一個負責人 那個人叫邱季鴻 外國公司幫你的團隊來經營 我想呢你的指導老師 國安局長如果知道了 可能會有一些擔心 好那我在此呢 這個部分我希望林志堅團隊 盡速回答 29人小編團隊 是不是使用新竹市政府的公卡 你已經辭去新竹市長了 為什麼還在用市府的資源 請你要說清楚講明白 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的網友 其實相當擔心我們這個陽明哥 他選在我們的節目獨家先爆了這個料 那大家很擔心你的人身安全 也希望你可以好好保重 凱洋哥其實包含現在有很多人在聊啊 叫林嘉欣他也很擔心說 那這一次的以台大來講 學術倫理審查會 我們剛剛也提到 召集的是蘇洪達 蘇洪達有沒有可能被喬掉呢 因為我們知道管中敏在八月之後 就管不了了 那這一次到底還有沒有人 可以公正的來看台大的這個案件 而另外呢 蔡英文我們也都知道她跑去了 這個賈博士跑去了賈碩士這邊留言 那92個字 她挺的是林志堅 是不是沒有挺她的論文的正當性呢 尤其我們只能看到 連林俊憲都跳出來說 民進黨現在呢 千萬不要把它變成是 國民黨打民進黨 民進黨是你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他也說要先了解這件事情的嚴重度 如果選擇相信全黨就要挺了 但是呢 如果被台大證明有抄襲的話 就看民進黨要不要賭賭看 這是有政治後座力 要不要做一個選擇 我覺得其實就像剛剛方倫有提到的 蔡英文去留言這件事情 他其實就跟當時陳柏惟的事件 是一模一樣的 陳柏惟的事件 大家還記得嗎 就他在這個 哎 又是你報的 又是你 又是你這個匪類報的 陳柏惟在罷免案前夕的時候呢 因為被爆出他早年曾經有造勢逃逸 這樣子的一個判決書 出來之後呢 結果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呢 竟然是民進黨全黨為了要贊助 為了要相助他的這個被罷免案 所以呢就跑去加油 跑去加油什麼 哎呀這個什麼知錯能改 要不及負責啊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這太挑戰一般民眾的認知的 所以你把這兩件事情擺在一起 其實還蠻有蠻有相似度 至少有三點 第一點是什麼 試證明確 陳柏惟當時是因為判決書 白紙黑字啊 跟現在林志堅的論文 已經全部曝光了 也是白紙黑字 你一比對就是87%相啊 兩份論文都是這樣 所以他的試證很明確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第二件事情就是 就是他跟他一般民眾的 心理接近性很強 因為造勢逃逸當時陳柏惟 造勢逃逸的案件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有感 那個沒有什麼進入門檻 而是所有的民眾 所有的百姓 都會擔心自己 成為造勢逃逸的受害者 我的家人 我的親朋好友 會不會有可能被人家撞了之後 那個人跑掉了 這種事情 所以他很容易引起共鳴 同樣的這件事也一樣 就像我前面講的 台灣有這麼多的高等教育的 畢業生博碩士生在學的 畢業的 然後呢都有寫論文的經驗 我們也有寫過啊 雖然不敢說自己寫的多好 但是也知道說 在論文地獄當中 那是水深火熱 我當時還為了寫論文 還留置停薪了一段時間 去把它寫完 結果你現在就直接給我用抄的 所以說 所以一般民眾很容易引起共鳴 第三個就是兩個人 都同樣有非常糟糕的危機處理 陳柏惟就是那樣子啊 因為已經試證明確了 然後民眾都對這件事情 是有定見的 都有感覺 都是不會不理解 很能理解的 結果你還逆著人性 跟逆著一般民眾的認知 去硬拗下去 說那個叫做負責任 說那個才叫做負責任 說你這個表現怎麼樣啊 幫你加油什麼什麼的 林志堅也是啊 試證明確 然後呢民眾是能夠 心理接近性 然後呢能夠理解的這個事情 然後你硬要拗說 那個不是抄襲 其實蔡英文在留言的時候 他也不敢說不是抄襲 他只是說林志堅辛苦了 但是就不由得 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我就記得說 這個蔡英文現在講說林志堅辛苦 到底是辛苦在什麼地方 是抄論文很辛苦嗎 還是怎麼樣的 我就去查了一下 2020年的7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李梅珍的論文 論文爆出抄襲的時候 蔡英文曾經對這件事情做過回應 他當時是叫李梅珍好好說明 跟社會大眾交代 那請問一下林志堅呢 你為什麼在同樣在論文的 論文的這個抄襲事件當中 會有如此南原北撤 180度相反的 當然民進黨就是雙標黨 大家其實心中也是有這樣 也是有這樣定見的 但是這件事情做得如此之醜陋 我非常懷疑啊 我非常懷疑 或者是我心中其實是這樣想的 這當時陳柏惟最後 是被罷免掉了 然後呢 這個趙陶案的曝光 再加上他的危機處理 再加上那些荒腔走板的 所謂加油力品 也許就是他最後被罷免的 最後一根 棺材板上的最後一根釘子 同樣我覺得林志堅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前面有這麼多的相似之處 你現在在硬拗下去 其實我是蠻同意這個林俊憲講的 林俊憲講的確實沒錯 你現在是怎麼樣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艘鐵達尼號 然後蔡英文帶頭 要大家全部都上這一艘船嗎 所以我個人認為林志堅這個風暴 恐怕還是會繼續啊 剛剛您講的說台大這件事情 台大會不會就是把蘇宏達換掉 或什麼什麼的之類的 當然有這個可能性存在 可是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一般民眾都已經有定見了 如果你還用那種方式去處理 他就是第二個陳柏惟 他就是第二個卡管案 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對這件事情還是蠻有信心的 林志堅在這一局當中 其實是會危急 他還能不能繼續選下去的風暴 是我們要問一下 林志堅他為什麼要動用這麼多小編 果然就是可以幫他包裝了不少的事情 我們等一下呢 在那個我們請方倫講的時候 旁邊會揉一些在昨天的畫面 林志堅是如何的把他精心安排 譬如說他在講話快要走的時候 媽媽在下面哭了 他也跑去擦了擦媽媽的淚水 那另外還有師傅員工 還有一些小朋友都送花送禮物等等的 那有一個畫面比較有趣一點就是呢 但他要準備開車走的時候 卻那個車子他卡在車上卡了很久 大家想說那不是要走了嗎 因為其實大家僵在那也是尷尬 後來我們趕快我今天特別問一下我們SNG大哥說 那他怎麼在開車那段那麼那麼久 是不是不是他的車呢 大哥立刻跟我說 沒有沒有他強調那是他的車 不過他找不到手煞車在哪裡 所以找了一下子才前進 而另外同樣可能讓他覺得比較ㄎㄧㄤ的是 在今天他也換了他的新的封面罩 就是已經全面要往桃園出發了 但在簡介裡面呢在第一時間也被抓包 根本還沒改還在寫新竹 但是他剛剛我已經確認過是有改過了 也是因為你看這張照片 早安桃園這個封面照片改了 但字界一度是沒有改 但已經緊急去做更改了 那方論我要問的是他如何的會包裝他自己 因為我也是因為車子的事情 讓我特別想找我就很想知道說 難道你的論文不是你的論文 會不會你的車子也不是你的車子呢 我還跟大家確認說是不是太久沒開車 會不知道手煞車在哪裡 他們說自己的車應該不至於吧 後來我也發現他也沒有太久沒開車啦 譬如說他在過去正朝方要選新竹線的時候 他還特地你也記得那個畫面嗎 特地在正朝方過去選那個等於說登記 而另外他也時不時就有開車的照片出現 例如這是在2020年9月17號的他提醒大家 開車千萬不要忘記禮讓行人喔 他開著車在上面 還有一張照片就是 來這是新竹的部分 他要獎勵新竹呢 希望可以來生育率要增加 人口數破45萬的時候 他有送車 他還親自把這個車子由他來開到這位幸運得主家 他看起來是老司機啊 那他怎麼只能找不到自己的手煞車 更我要問的是說 你的小編這麼多人 你卻還是一直被大家抓出一些 你在這些社群軟體上面 包裝的一些小漏洞 其實我說老實話啦 林志堅他的車怎麼開 記不記得手煞車在哪 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我們一次一次看到 林志堅他最厲害的時候 所以他可以幫我再找一下 他開車去那個什麼行人 注意行人那一張 好的稍等一下你先講 大家知道林志堅他之前在被宣佈參選的時候 他剛好那個時候確診 確診完之後呢 他就PO了一張 哇好帥喔 他從一樓往上走的那個 在新竹市政府的那張畫面 來我們看一下莎莎主播他手上的這個畫面 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其實呢林志堅的團隊 非常在乎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感覺 叫做美感 有沒有 這麼漂亮的一個 你看喔 一個駕駛人 可以在乎行人最大啊 然後要入口停看廳啊 這樣子提醒所有的用路人 用這樣的臉書行銷跟擺拍 這樣本來就是一個超過100分的一個行銷策略啊 所以這兩個集團 不管是剛剛這個 柏基哥講的是什麼 方屁的這個集團 或者是另外一家 他們的這個行銷團隊 包含他們的攝影師 包含他們在圖文上面的構圖結構上 絕對都是首屈一指的 我也建議啦 所有任何想要選舉的人啊 這個競選團隊 一定要去拜訪一下這兩家公司 去了解一下他們怎麼樣幫林志堅做 概念去做宣傳 不要忘記他從過去到現在 這已經七年多的時間 大家對於林志堅的印象就是很帥嘛 就是哇 他拍出來的照片都超級有質感 我跟你講 所有照片裡面我最喜歡哪一張 那時候大家在推那個打疫苗的時候 他一個人坐在全部的椅子中間 哇交叉個腿 然後跟大家講說記得來打疫苗 有沒有那張照片看起來多有質感 多漂亮多麼的好看 代表說他的這個個人形象的設定 在那個在大家的媒體形象當中 他的期待是成功的 可是沒有想到在這一次論文門之後 全部崩壞 我講一個很坦白的 今天要不是有論文門 可能我們大家不會花這麼多的精神 去挖林志堅的一些問題 可能他到現在還是在繼續使用 新竹市政府的預算 可能大家不會像波濟哥一樣 這麼用心去翻他所有的公關公司 是不是還在使用 新竹市政府的一些公帑 這就是林志堅 這就是民進黨 他們在選舉上面 他們絲毫不客氣去大量使用 公部門的資源 也就是你我之間的納稅錢 我們都在幫林志堅選舉 我們都在幫民進黨選舉 但是方倫你說幫他選舉 他其實昨天也特別提到 他跟新竹之間的情感 他說對這個城市熱愛到難以形容 但責任來了就勇於承擔 這其實就是渣男與弱 這個東西我覺得他施出同門 怎麼叫施出同門 因為他這幾天的行程都在拜廟 有沒有 這就是民進黨的慣性 在神明面前說謊 上一個在神明面前說謊 大家還記得是誰嗎 留言幫我提醒一下 你看他所有的想法都是說 我很愛你啊 我很愛這個城市 但是我有更遠大的目標 這不是甘蔗男 什麼才是甘蔗男 那我們看到就是林志堅到現在 還死不肯認他過去所犯下的錯誤 還死不肯承認他過去所做下不正當的行為 那這樣的行為如果我相信 在一般生活裡面 我們遇到這種人都應該是唾棄吧 都應該覺得噁心吧 你如果遇到問題你願意承擔 願意說不好意思我做錯了 但未來我可以做得更好 或我們要去做什麼樣改善 我把我的這個學位通通丟掉 通通拋棄跟李梅真一樣 重新回去讀書 也不妨是個好事啊 我們等一下呢 在進廣告之前 我們要先請原知一議員 幫我們評的是這個林佳龍 林佳龍呢 她的最新PO委 讓大家跌破眼鏡 在昨天晚上大家就知道 原來林佳龍終於願意點頭出戰 你所在的新北市了 不過呢 這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標題 像是這個自由時報是寫說 是蔡英偉的十度力勸啦 或者是說這個聯合報的蔡禪功 來勸她可以來選 而另外等一下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請原知一議員幫我們評的就是 林佳龍怎麼省轉彎 從台北人變成了新北人 如何要解答自己原本一心一意 指台北市不管 其他縣市我都不會去看一眼 她如何做呢 她就是跑去了陽明山上面 就是在昨天的她 跑到陽明山的遠眺 她也提到了 這是大台北的寫真 留言寫到 就城市治理跨域治理而言 首都治理圈 不能只有台北啊 也讓這一座新星的城市 這領航整個台灣大步向前走 所以她把它叫做 雙北首都圈了 既然我選不了台北首都 不如我把它變成雙北首都圈 就跟之前北海市是一樣的概念 她也提到了 佳龍的出身地是萬華 就位於畫面的中央處 這也代表她是橫跨雙北的淡水河畔 哇這一題真的會考 用這樣的方式來清檢怎麼樣 她也從台北市跨過淡水河畔 來到了新北 林佳龍現在確定選新北嘛 那台北應該要陳時中嘛 所以民進黨現在都說什麼 龍中配龍中配啦 我是覺得再加一下林志堅啦 因為林志堅很鳥嘛 所以應該叫龍中鳥啦 你知道那個 什麼東西 因為你超出我們的想像 沒有我跟你講那林佳龍 林佳龍都太政客了你知道嗎 他那個時候說要選台北啊 然後別人要勸他選新北 他怎麼說呢 他說不好意思喔 我跟新北沒有淵源喔 我選新北的話 我會卡到別人的升遷喔 我不能選新北 所以不選新北 要選台北的時候 他的講法是說 我和新北沒淵源 現在呢要選新北的時候說 我出身地萬華合跨雙北 這不是政客 你告訴我什麼才是政客 剛剛大家講說林志堅是渣男 林佳龍不也是渣男嗎 林佳龍是怎樣 林佳龍是他要去追一個女生 然後那個女生不要他 然後呢有人跟他說 A女不要你 不然你要不要試試B女嗎 沒有她嗎 好嗎 就你要不要去新北啊 一開始在追A女的時候 我情定 我的情比三間 情B還深 所以我非要追到A女不可 我就追不到A女 我也不要B 然後結果A真的被人家追走了 B要不要 B也不錯啊對不對 我跟B也是很有淵源啊 重點是他也不是真心愛B喔 他是 他來追B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呢可能到時候追不到B呢 有別人會安排他 有更好的位置 大家記不記得民進黨有一個叫 敗選者聯盟嗎 是 四年前 蘇貞昌輸29萬 在新北行政院長 林佳龍輸20萬 那個交通部長 所以 林佳龍這個就是一個渣男行徑嘛 他在 要選新北 他不是真心愛新北 對新北沒有熱忱 他也不是想要照顧新北市民 純粹就是要來我們新北市 過個水 然後選輸之後呢 可能會到這個中央去做官 或當總統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那所以大家想像一個畫面啊 大家覺得剛剛因為 佩軒講嘛 說我們蔡英文十度什麼的 勸他對不對 蔡英文會怎麼勸他 我們想像一個畫面 蔡英文會勸他說 佳龍啊 好好的為新北市打拚 你有機會 他會這樣勸嗎 我覺得不會 他一定是講什麼 佳龍啊 看看你的前輩蘇貞昌 他輸了29萬 他做行政院長做4年啊 你就是下一個蘇貞昌啊 所以林佳龍想說 對耶 我選輸了 反正我只要跑4個月嘛 跑不上選不上 我累就累這4個月啊 為了未來更高的位置 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馬上打點自己啊 對不對 說說現在跟松北很有淵源啊 打點自己說的話 跑來選新北 所以基本上啊我覺得 林佳龍 起手勢就已經輸了啦 我覺得選舉很重 很重一件事情叫正當性 就是說你到底對這個選群有多 多專注 對這個選區有多熱情 這事情非常重要 蘇貞昌為什麼上一次會輸29萬 為什麼 各位想想看 是侯友宜真的很強嗎 當然我覺得 侯友宜是 人選是一個原因 韓劉也是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蘇貞昌騙神明啊 真的我覺得真的 因為那時候我在新北市的時候 太多人跟我們講說 蘇貞昌騙神明啊 他去保安宮前面發誓啊 說他不會選第三次新北市長啊 結果人家要他選就選 就是政客行進嘛 你就是把新北市當作工具 你不是真心想做新北市長 蘇貞昌就是輸在這件事情 那林佳龍他不就跟蘇貞昌是一模一樣嗎 他就是這樣 他跟他說沒有正當性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他 起手是已經輸了 沒有正當性 第二個 林佳龍還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蘇貞昌到底會不會支持他 各位知道 蘇貞昌其實一直會希望說 他的女兒蘇巧會來接班去選新北市長 所以他骨子裡 他就不會希望林佳龍選得好 他有兩個原因不會希望林佳龍選得好 第一個原因 他希望林佳龍疏猴有30萬票 只要林佳龍疏猴有30萬票呢 他就超越蘇貞昌的幅度了嘛 蘇貞昌就可以笑林佳龍 如果林佳龍選得比蘇貞昌好的話 那林佳龍就可以笑蘇貞昌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如果林佳龍選得很不錯 萬一他留下來新北深耕 然後還要再選下一次的話 那這個林佳龍就會卡到蘇巧會的位置 所以蘇貞昌絕對不會希望林佳龍好 那表面上要演一下 可是我跟大家講實際上 上一次2018年的時候 蘇貞跟政國會就是很不好嘛 那我以前就聽 我就聽那個游戲的人講過啊 說他們私底下在聚餐的時候 都是在罵蘇貞昌啊 然後蘇貞昌跟游錫坤兩個 一起上台還會互相卡來卡去啊 就是架拐質的都有啊 所以蘇貞昌 蘇戲在新北市 他的這個力量很大 我覺得他也不會真心的幫林佳龍 所以基於就是第一個 林佳龍正當性不足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內部我覺得整合也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林佳龍這個政客的嘴臉 在這一次就是這個過程當中已經被大家摸透了 就是說他來這邊就基本上就是過水 所以那我們新北市民為什麼要選給這樣的 我們是母儀天下嗎 歡迎所有的嗜血少女來我們這邊嗎 你在別的地方找不到工作都來嗎 不是 要當市長就要做一個真正要照顧我們的市長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 新北市民就不會投給他 我要問一下楊明哥 其實現在有一些人在揣測啊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他的點頭答應跟網路上之前 風傳前幾天也不過才傳出來在屠龍小組 或是如果他再不答應的話 網軍會發動更大的攻擊有關嗎 首先我想那個 你看到這一張啊 有沒有覺得跟那個林志堅的這個封面道 很像喔 很像喔 會不會是有相同的團隊在經營我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兩個不約而同在這個所謂 可能定調參選到另外一個縣市的這個第一天 都是用一個所謂的俯瞰的這種城市的這種圖喔 這種邏輯其實是 我覺得還蠻相近的 那當然 這個屠龍小組那件事情啦 其實我已經查到了 那是民進黨內部的網軍帳號 那一個叫做吳中慶的人 他已經透過管道 因為林佳龍陣營去報案了嘛 他已經透過管道去向林佳龍陣營表達說 我的本名不叫吳中慶 然後呢這個是一個假帳號 我想要跟你說明 和解嗎 還沒有 林佳龍陣營目前沒有答應跟他 他就是應該就是循司法程序 他們可能會把他抓出來所以 可是林佳龍到底有什麼身分去告這個 不是他冒用 那個吳中慶他的那個 email的帳號前面 是林佳龍的email帳號的那個 帳號一模一樣 可是林佳龍也沒有什麼罰條可以去告他 他冒用他的帳號 他可是 你說他冒用他的那個email 那個是林佳龍的email 對 就是他是等於是假冒林佳龍的身分 那其實林佳龍是告那個 去低卡發文跟去PTT報掛的帳號 說這兩個人誹謗他 你懂吧 因為那個吳中慶是 他們把吳中慶形容成是林佳龍的支持者 所以他其實主要是先告這樣 結果那個吳中慶跑出來了 跑去跟這個林佳龍說 我怎麼辦我要承認一下 這個吳中慶是假帳號 所以來了 問題來了 網軍又來了 網軍又來了 就我的了解 這個就是一個 非討厭林佳龍的派系的網軍 在修理林佳龍 他們想要模擬成 林佳龍好像受害了去爆料給媒體 然後如果有媒體寫出來 然後那個東西是錯的 然後就會反殺媒體跟這個林佳龍 這是一個忌忠忌 像我說到那封信我沒有上當 因為你光看到說什麼 林佳龍協調的部分 請蘇院長協助 蘇貞昌跟林佳龍死對頭 那一句話就是一個 我跟你講那個叫什麼 那個就是到時候如果今天 民進黨要否認這個東西 就拿這個東西說 你看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 這種東西啊真的是 無聊到無聊透頂的 一個暗黑戰法 昨天我又收到了一封信 一個林常佐幕僚 說我這個真實黑料 我告訴你 我一看我真的又是不忍阻賭了 那個水準太差了 他連發文 明明他那個檔案是說 林常佐辦公室發給 中央流行疫情中心的文 結果他的阻止 居然是中央流行疫情中心 告訴林常佐的事情 就是主客位都已經錯亂了 你水準好一點好不好 你們民進黨網軍啊 拜託要釣我魚 這個沒有那麼容易啦 好然後我要講的是 屠龍小組這件事情 其實反而幫了林嘉隆 林志堅的論文 我們講一下那個脈絡時間點 在上個禮拜天 羅智政宣布退選之後 民進黨確實陷入新北 無人可選的狀態 那原本因為高層本來就是 最希望就是林嘉隆選 一方面解決掉他去 在台北反城市中的困擾 二方面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新北有一個比較 有有直轄式經驗 有部長級經驗的人去選 會他們這個高層會比較安心 反正不是會贏嘛 就不會贏嘛 他們認為說 這個就是需要一個 一個戰將去打而已 議員的這些小機會 比較能夠願意 願意支持喔 結果沒有想到 就在這個 上個禮拜羅智政退出之後 有人 他先是運作陳建仁 對 再來陳建仁不行 就運作潘夢安 這兩個人喔 陳建仁是否是拒絕了 潘夢安是因為看到 他一開始說我可以考慮看看 就是在征詢的時候 但是當林志堅的論文門一爆 完全就收回去了 為什麼 因為 林志堅跟潘夢安是同班同學 然後 指導老師都是陳明通 他的論文 現在因為在林志堅的事情發生後 國土 一堆人搶著借 潘夢安的論文 所以這又會可能會是一個 未爆彈啊 所以 潘夢安 現在明哲保身 回到屏東 好好死守 那 新北這個位置 高層就定調 一定要把林佳龍勸出來 那當然關鍵就是 其實林佳龍個性就是這樣 雖然他講了100次不選新北 這就像當初 蘇貞昌講了100次不選新北 第三次 然後呢 游貞昌本來一直說 我不要選 2014也還是去選 好 總之這些人的個性 基本上都是一個 如果今天大局為重 小英都開口了 好啦 我就承擔啦 這個很合理 因為在民進黨就是這樣 不會像國民黨 有一個艱困選區 沒有人要去 然後呢 這個交A去 我不要 交B去 我也不要 這個就是 我跟你講這個是每一個政黨不同的 一個邏輯文化 但是今年我覺得 國民黨算進步了啦 你看台南高雄 謝龍介跟柯智人 都是 都是 算是很主動積極 在願意去表態去爭取 好 那總之呢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新北的狀態 對民進黨來說他們不是要求勝 他們要求的是 穩住 就是說盤不要崩 對 可是林志堅的事情 他們沒有算到林志堅的事情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桃園 桃園總共大專學歷以上的選民 有80萬人 80萬人什麼概念 有大概三成五左右的桃園市民 有大專學歷以上 這些人 對論文的事情如果能夠 這個接受的話 那我想林志堅過關可能有機會 但是這80多萬人 只要今天有個兩三萬人 本來允許他要支持林志堅 覺得看完之後他實在看不下去 轉而支持其他人的時候 我認為林志堅的 那個敗選的危機就會很大 這是桃園的部分 對 再來我告訴你 桃園 而且因為桃園是六都裡面 平均年齡最輕 他才40.5歲 再來我們講新竹 林志堅會影響新竹 因為他是從新竹過去 落跑過去 那新竹他是全國最年輕的城市 平均年齡38多 38歲多 而他們的這個大專以上的這個選民 有20多萬人 也佔了大概三成五到四成 所以如果今天林志堅這個成為一個破口 林志堅效應將有可能複製 2018年的這個 這個所謂討厭民進黨的氛圍 會讓整個北台灣民進黨全面淪陷 為什麼 因為北台灣知識分子人的比例比較高 是有可能在 因為如果你林志堅沒有處理好不好 誰選新北誰選台北都沒有用 因為可能會有知識分子對民進黨的傲慢 胡扯 鬼扯 這些的態度 會投出那個不同意的票 好我們也感謝我們的網友 侯其陽的董事 他鼓勵我們可以趕快衝到50萬 我要問一下我們的凱翔哥 就是這個時間軸的部分 我剛剛有說今天有很多不同份的這個媒體 但是呢同樣都講一件事情 不管是蔡總統從去年到今年 有已經十度力勸了 會在這段期間內多頻繁的找林佳龍吃飯 不過也不只是林佳龍 像是鄭文燦跟林喜耀呢 他們是7月5號先約了潘孟安 而約完之後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結果 7月6號又改約林佳龍 然後在7月7號的時候 這個蔡英文也致電了 包含一些民間人士地方士生 還有關鍵的 就是鄭國會的這個頭子 就是水牛柏游錫坤 他點頭說肯定你可以去選新北之後 到了7月8號蔡英文再把林佳龍 找進官邸的時候 這時候林佳龍大概心裡有個譜了 不過據傳這個過程當中 包含鄭國會很多要角 像是高志鵬等人 其實還是很反對林佳龍去選新北的 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其實有三件事情 就從昨天這個發展之後 我覺得林佳龍其實也蠻倒楣的 因為他好不容易終於要點頭 其實你這個參選起手 是需要一點新聞聲量 結果全部被安倍禁 三倍刺殺的新聞給蓋過去了 這件事情他也蠻衰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有三個看法 第一個看法就是 我看到上面原資的想法 其實跟我蠻接近的 就是你這些一直喬來喬去 跟大家講說那個內幕 是我今天找了誰 找了誰 請問一下 我們對選舉的認知 不是應該是說這個地方 人親土親啊 就是一個人對這個地方有期待 然後有主張 然後有願景 然後因此我覺得我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出來選 那這個人是不是在地 我覺得還不是那麼重要 但至少他是很主動的 他覺得我可以為這個鄉里貢獻 所以我來這邊參選這個地方的首長 怎麼現在在民進黨的邏輯裡面 好像不是啊 不是說誰對這個城市 誰對這個縣市 他是能夠做得好的 他能夠怎麼樣的 而不是你內部派系的這些邏輯嗎 說哎呀 鄭國會缺一個候選人 或是說這未來牽動到 什麼什麼佈局啊 所以我今天點兵點將 叫外縣市的人來選 或是叫一些跟這個土地 根本沒有淵源的人 就來這邊選 我覺得這件事情有點 台灣選舉怎麼走到這一步 然後呢還這樣如此理所當然 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啊 我今天對就是 這完全變成派系邏輯 而不是說哪一個人 真的能為這個城市貢獻 哪一個人真的能夠在這邊 把這個首長給做好 都不是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就是因為這樣 那種太難看了吧 然後好像什麼人都來 什麼人都是點兵點將 就來這邊選了 然後根本不是說特別 特別這個人 特別適合這個城市或什麼的 結果呢 昨天我還看到某媒體 還寫了一篇報導 那件事情讓我覺得非常悲哀 就是什麼 為什麼要點陳建仁啊 是因為蔡英文想的 想的是什麼 想的是啊 哎呀這個今年年底啊 習大大就會完成他的三連任 但是很快2024啊 就會面對說 這個台灣跟美國 都要政權交接 可能會因此動盪 然後沒辦法面對這個 正式這個 把權力都抓在手中的習大大 所以怎麼辦呢 陳建仁他具有國際聲望 國際知名度 也就是小英最信任的人 所以無論如何 都要把他勸出來啊 我都覺得夠了吧 夠了吧 大家都知道 你把陳建仁找出來 只是為了卡賴清德而已啊 然後呢 還要講了一副說 是因為習近平 然後呢 很明顯的是總統府身邊的人 再去放這種消息給記者 然後記者就真的把他寫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很悲哀 台灣的政治怎麼走到說 政客為了自己的權利 或是說為了一個形象 什麼鬼話都可以說得出來 而且不會咬到舌頭 然後記者也很悲哀 你聽到這種鬼話 你竟然還把他當成新聞 把他內幕當獨家在寫 這不就是配合著 在做這種認知作善嗎 這是第二件事情 讓我覺得這一局裡面 我覺得很悲哀的是 第三件事情是 我特別去看了一下 林佳龍的臉書啊 他那個台北普拉斯 十二堂課只上了六堂 後面六堂是怎麼樣 要退廢嗎 變新北普拉斯 就是台北普拉斯 之後才會變新北 他會跟陳時中 雙北普拉斯 所以請問一下後面六堂 還上不上呢 後面六堂是由陳時中上 還是怎麼樣 一起上啊 一起上課 這件事情不會太尷尬了一點嗎 十二堂課對不對 還蠻認真的 看好像就上六堂課之後 後面沒有了 那到底要怎麼辦呢 好不好 我們做普拉斯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很希望這個 所以普拉斯普拉斯 對我是希望龍哥 好不好跟大家交代一下 那後面六堂 是還上不上 還算不算數呢 對所以覺得 總之我是覺得我是新北市民啦 我是新北市民啦 這一局 這一局我覺得 林佳龍跟侯友宜 好不好 我們不談個人 我就是覺得說 難道現在 現在的選舉不是那種 從市民的角度出發 誰可以做得好 而是從黨的角度出發 黨需要誰去選 誰就要去選 那我們市民的角色 到哪裡去了 就不見了 我最後給我們的新北市議員 葉原支 20秒的時間 不知道我們來做個總結 反正基本上我覺得 林佳龍應該就是沒有機會了 因為他就是幫我們當備胎啦 然後現在民進黨一直在幫他洗啦 就是說他 什麼部長級啊 學歷多好 還特別強調他的論文沒問題 但是 但是不管你再好呢 你對我們沒有心 大家還是看得出來 還是不會投給你的 好 當然請多回看了 掰掰 大家新聞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進月數了 正況你們動動手指 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